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师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祥 灿烂时光会客师是由公民行动 已经进入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通过人物的专访 议题的整理还有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去了解到一些正义性事件背后 值得我们要去关注的议题 让我们不是只有看任劳 还能够看门道 我们有YouTube频道 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让我们一起听见微小的声音 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谈一个台商的问题 让我们知道在这个所谓的全球化时代当中 这种跨国的资本在很多地方都会设立的工厂 也就是它形成了一个跨国的供应链 也有一个跨国的生产链 那台商在过去在其他国家 跟当地的一些政府或是劳工之间的往往会有一些冲突 那其中的一项冲突就是来自于对于当地的劳工的一种不当的对待或是不当的劳动 那当然这也不是只有台商的特色 在很多大型的跨国企业或多或少都有这种状况 今天节目就来跟他谈到的是台湾的保存这家公司 保存这家公司事实上在缅甸跟当地的工人 有了一些冲突跟状况 前一阵子在台湾也召开了记者会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跟他邀请到的来宾是清洁成衣运动东亚联盟的职位 同时也是今年劳动95联盟的理事 郑中瑞来一起跟我们谈这个话题 中瑞你好 嗨 老师好 各位参加时光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先请中瑞来先跟我们谈一下 你们前一阵子的记者会开了什么样的内容 那为什么会召开这个记者会 而保存企业在缅甸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清洁成衣运动跟东亚联盟和青年劳动95联盟 在2月7号上个星期二开了一场记者会 会开这场记者会的原因是因为保存工业 那他是一个来自台湾的自协厂商 然后是全球最大的 他在缅甸的工厂 缅甸眼光的工厂去年10月25号发生了一场罢工 那这场罢工的原因是因为 缅甸现在当地的经济状况 自从2021年2月军事政变以后 他国内有非常严重的通货膨胀危机 然后物价常常非常凶 那保存在缅甸付给当地工人的薪水 一直是当地的基本工资 那高地工人觉得说 这个薪水实在没办法生活了 然后所以其实工会跟保存资方 大概将近进行了快一年的协商 那这个希望调新的要求始终没有达成 所以工会就在去年的10月25号发起了罢工 那说的如果只是罢工的话 那也就是一般的劳资协商劳资争 那保存他正是做了一件恐怕让人很难接受的事情 是在罢工的第一天就通知了缅甸的军方军队进入工厂 然后进入工厂以后据当地的工人描述说有四卡车的军警往进来 然后进入工厂以后就是列队 然后把整个厂房给围起来 那他围起来的就是说他不要还在厂房里面工作的工人出来参加罢工 那他当然现场我听工人的描述说 那个军队其实是有拿出棍棒的这样 那就是有点像是那个黑道小弟在夜店外面维持那种战法这样 那会对工人讲一些你们不要参加这些有没有的活动 罢工没有用的之物此类的这样子一些风凉化这样 那确实是没有到真的出手就是殴打然后来镇压罢工 但我想如果大家对缅甸的情况有了解的话 就我刚刚前面提到他2021年2月有个军事政变 所以其实现在是一个军事独裁统治的国家 那我想在这样子的环境底下有军队在你的罢工现场 那个对工人心理上的威胁恐怕不是在台湾一般的抗议场能够比拟的这样 那所以也因为军队都进场威胁工人了 那加上保存在10月28号在罢工的第四天 就开除了26位其实是带领罢工代表公会同仁去协商 你的意思是说在罢工期间开除工人 对对 这个是在缅甸政府允许的事吗 理论上是不应该发生的 对对对 但这个事情有点tricky 就是说这个工会其实他已经向缅甸当地的劳工局申请注册了 但其实他的注册还没有被许可 那其实被拖延了好几个月 所以不晓得最近发生什么事 但的确如果以这个工会还没有完成法律上的注册的话 他确实无法成为一个法律上的工业活动发工新闻 所以在法律上确实保存有回应说一切合法 但我想这个合法我们必须把它摆在缅甸当地 现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政治社会环境下来看 这个合法恐怕是要打上一个引号的 但我想你要说合法法律也没有禁止军人进到工厂嘛 就确实没有法律禁止 但你在一个军事独裁的统治国家 看到军人在你的法国县的旁边 然后是很特殊的 对对 然后而且确实其实在政变刚发生 在2021年3月6号 其实也是在缅甸周围的工业区 一个中资的厂商也发生了劳工 他因为被欠薪水然后去跟厂方理论 然后厂方叫了军队进来 后来发生冲突有六个工人被被击毙 所以其实在缅甸是有发生 对这个是2021年的另外一家厂商的例子 那所以有这样的例子 我想军队在场的工人的威吓力是非常大的 所以10月28号有一定程度在军方撑腰之下 保存缅甸厂就把26位的工会成员 其中有16位是工会干部给解雇了 对那所以会开这个计程会当然两个原因 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台湾团体这边认为 找军队介入所谓的劳生意 这个是绝对不可忍受的 绝对不可忍受的 然后再来在罢工期间 那么明目张胆的开手工会干部 这个也是很难以让接受 对所以这个是最主要我们召开计程会声援的原因 那当然对在台湾这边声援团体立场也认为说 这边工会工人要求加薪业确实是合理的 因为我们大概有做一些调查 以保存现在支付的薪水恐怕真的是没有办法 给付他们在就是支应他们在缅甸的生活所需 嗯这么说你刚刚谈到他们是符合基本工资嘛 对不对那但是很多东西我们没有办法 只是看那个最低的标准 那在这个物价跟他们实际里的薪水之间的落差 又是什么关系 好保存现在付的一个月的话是144000免元 那折合为台币的话是大概2000块左右 首先我刚刚已经提到这个其实就是缅甸的基本工资而已 所以其实没有很高 我抱歉我应该要先补充个资讯就是缅甸他们当地工人 就是希望把他们的月薪从2000台币 然后就是调到大概将近3400块台币 所以涨幅67% 将近67%的涨幅看起来很大 但第一个还是要讲就是2000块台币这个只是基本工资 那缅甸阳光是缅甸的经济最发达的城市 所以就好像我们很难想象你拿台湾月薪26400 在台北市可以生活一样 这个基本工资在缅甸也是很难生活的 然后所以本来就是只是基本工资而已 然后第二个缅甸当地的法律其实是规定 基本工资每两年要调整一次 但是现在每个月大概2000块台币这个数字是2018年的数字 所以其实从2018年到去年10月份 已经四年多将近五年基本工资没有调了 然后再来第三个原因就是我们认为这个调型的诉求是合理的 就是刚刚前面也提到缅甸现在国内的那个通膨胀 物价上涨的危机的状况非常严重 那如果用数字来讲的话 2022年缅甸它国内的通膨率是16.2% 那这个只听16.2可能没什么印象 我这个对比就是同一年全球的平均通膨率是8.8% 然后台湾是只有3.1% 所以我们比照台湾的话缅甸的物价在2022年是以台湾的五倍再上升 那么大概有试算一下就是说 以现在保存缅甸厂的工人同样一个单身女性 外地前来单身女性这个缅甸厂大部分是这样的工人 他在仰光一个月的生活费大概要3,900块台币 大概3,900块台币 那这个即便我们就是保存缅甸厂他把薪水调到工会要求 一个月3,400块其实都未必够 那就更不用说现在其实只有一个月2,000块台币的收入而已 对 所以你刚刚有提到说在去年的时候有20几位拆理罢工的工人被开除了 那后来这些工人有回去吗 还是各个工人还是在持续的罢工 那现在发展又是怎么样 是罢工以后那当然当地工人就首先透过西方的NGO 国外的NGO联系上了Adidas 他是保存缅甸厂所有的订单都是Adidas爆了这样 所以透过Adidas去 那Adidas因为这个事情尤其是军队介入 这个真的是很难让人接受啦 所以其实像纽约时报跟台湖时报这两个 因为非常重量级的媒体都有报道这个新闻 所以因为媒体压力底下 那Adidas后来是有公开表示说 他们觉得保存在罢工期间解雇工人是违反Adidas的 他们对于供应商行为准则的要求 所以Adidas在回复媒体询问的时候很明确要求说 保存应该要先把这些工人聘回来 那如果保存认为说他们的罢工有违法的话 你可以进行调查 但你不应该在争议期间 用台湾的讲法的话 老是争议期间你不能解雇工人 确认了如果是工人这么有问题 你再解雇他这样 所以Adidas在去年的11月7号就明白的这样子对媒体表示 但是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 保存是很明确的在就是当地劳工去劳工局申诉的现场 他就是很明确的拒绝 就是说我们也要聘回你们这些人的意思 罢工是10月25号发生 那通常跟台湾一样 他们的工人也是下个月领前一月的薪资 所以甚至保存的现场主管 当地主管他说你们如果不签自愿离职书的话 你们连10月份的薪水都拿不到 对 那后来就是Adidas的持续 就是透过埃迪达施压之后 保存在11月底12月初 有在后续的调解会上有提出一个方案 他说他愿意给付相当于三个月薪资的资程费 但是还是要这些工人离开工厂 那后来到了12月底的时候 保存又提出了一个方案 他说你们可以回来 可以给你们签一个新的劳动契约 但是你们劳动契约里面有个诞书 就是说你重新回到工厂以后 你不能再参与工会的活动 那所以在我们开记者会的时候 是有13个工人他接受了所谓的资程方案 然后有两位工人 两位工人他就是接受了回到工厂 就是接受这个不再参加工会活动的条款 然后回到工厂 所以在我们上个星期二开记者会的时候 还剩下11位工人是要求物财政布置这样 那据我们目前所知 这11位工人后来在2月9号 也回到保存免甸厂工作了 但是细节是什么我们还不清楚 就是他是无条件回去呢 又或者是比照前面两位工人 其实有签一些一些条款 我们不知道 那不知道的原因是因为 缅甸现在特殊情况 让我们跟工人的联系必须非常的迂回 就是对于当地人来讲 如果你跟这种海外的 出卖势力 对直接联系被发现 那个是很有危险的 所以我们必须透过非常多层的中间人 才有办法联系上工人 所以那个讯息存避其实有点慢 所以只是我们目前听到回报说 2月9号身上11个人已经回到工厂 那我们还没确认这件事情 那我们现在正在想办法去确认这个事实 虽然跟工人的联系有点慢 但是保存的回应其实还蛮快的 在南海记者会的当天 他们就有三点的回应 那我稍微讲一下他们的三点回应 就是第一个他们提到说 这个记者会提到的这些叙事 跟这个公司 跟保存公司的一些叙事 他是跟事实不符的 而且他也强调他们本来就很尊重这个支持 尊重并支持员工结设自由的权利 那也遵循了当地的规范 那不过这个其实在这个 我记得环境权基金会里面 也在记者会里面有提到这个相关 他们曾经在这个社会企业责任的 一些报告书里面的一些说法 跟实际的一些落差 也许待会可以帮我们做补充 那第二个就是保存公司 在这个缅电厂的区域 缅电厂区的这个营运是正常 所以对整体的财务业务 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我想这应该是给他的一些合作伙伴 来讲给他们听的啦 那第三个他们处理 就是我们所处理所有员工的薪酬 福利以及人士等等的事项 都是依照当地法令规定来办理 那记者会去说宣称这个军政府 反政府的政治议题呢 他们没有办法评论 所以也不可能去介入 你怎么去看他们所做的这些回应呢 觉得一向一向来了 就是说他说他尊重并支持员工 接受自由的权利 就像我刚刚讲这个工会 现在已经提交申请了嘛 但他一直官方那边没有核准登记 所以你在法律上他确实不是个工会 所以你要说他没有打药工会 形式上保存确实也可以这样声称 那就是我还是要提醒就是缅甸现在是一个军事独裁国家 然后虽然他们的劳动法令这个2011年 就是民盟执政之后就是新建了一下的工法 目前还在运作 但是实际上执行已经有非常多的这种打压限缩的状况出现 所以我觉得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这个所谓的合法 必须要打上一个一个引号 然后后面加一个问号 然后再来他说旗下运营正常 我觉得他可能要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他缅甸厂发生罢工这个事情 其实他没有因为保存在台湾上市 所以理论上这应该是重大事件 他应该要要公告的 但他没有公告所以他可能是不想被证交所罚款 所以他说这个没有对我们这种影响 什么不公告的这样 那最后他说的员工薪酬福利人士 居易当地法令 这个我刚刚也有提到这点 就是确实他现在给的 基本公司没有违法 没有违法 对但就实际上他工人是很 生活是非常困难的这样 所以保存这个回应 当然也没有太令我们意外了 那以形式上来说 我们都可以说保存的回应没有错 但如果你要我个人评论的话 恐怕保存是很开心的享受着缅甸军事政变以后 军方对官会的打压 以及在劳动条件 各种劳动法令执法上的退缩等等 就是他今天是整体的法制环境都在倒退的情况之下 你来宣称你都遵守当地法令 我自己觉得恐怕在情理上有点难以令人接受 那再来我还是要强调一点 就是也没有法律规定禁止工人不能进到工厂里面 禁止军人不能进到工厂里面 法律没有禁止这件事情 但这个实际上是代表什么我想大家都心智肚明的 所以其实从这个回应来看 事实上可能是没有违反当地的法令 但是从一个正常的这种所谓的劳资的国家 它是一个非常低的标准 甚至这个可能是某种在权势上面的一种破口 还是一种说法而已 不过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单纯的保存个案 或是保存它其实也不是今天才发生类似的事情 事实上保存过去有类似的状况 那也不只保存台商在很多国家 也都出现的这些类似的情况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请仲瑞来跟我们再继续的讨论 就是过去保存有什么样类似的问题 在中国或在其他地方也没有类似的情况 而台湾的其他台商在 也不能说在国际上面恶名糟彰 但是的确是有一些不好的记录 不良的记录 那这些不好的记录不良记录 他在这样的一个全球性的供应链之下 他到底背后有什么样的意义 以及值得我们要去关心的地方 我们先休息一下 由于缅甸动乱扩大 根据我方驻缅甸外馆的回报 当地的制协业台商大厂 有很多事宣布停工 有阳光的台商就表示 在目前的局势之下只能够弹性调整 营运来作为阴影 以内二月爆发政变以来 军政府持续以武力镇压 走上街头的示威民众 动荡情势升温 外媒路透社报导 已经有超过五百位平民 被军方杀害 而我驻缅甸外馆回报 当地台商如制协业的保存倡议 以及其他大规模厂商都已经宣布停工 要观望当地状况再做打算 台商说在每天都有变动的状况下 只能弹性调整营运来做因应 人在仰光的台湾侨明叶先生表示 目前市区内还算平静 主要是周围地区有零星暴动 但他指出自己原本经营的餐饮业生意 已经歇业近两个月 少了收入来源 只能省吃俭用过日子 联络不到 我们就讲好说不要担心了 已经自己生命要保下来 可能因为这样 他们怎么样 我们也觉得没关系 可是我们难救多少就救多少 亲友都在缅甸的在台华侨黄小姐表示 家人已经搬离仰光到乡下避难 然而晚上还是会不时听到枪响 也害怕军方会突然就找上门 由于通讯受阻 目前和缅甸家人联系较为困难 加上时机敏感 只能说好彼此先不联络 对于缅甸局势 他无奈地说 很担心会越来越严重 谢谢佩生谢谢文综合报道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 已经进入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 一帖载还有新闻的回顾 来带大家去了解到一些正义性事件 背后值得关注的议题 我们有Podcast频道 也有YouTube频道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 当然也期待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 来支持我们 让我们一起听见微小的声音 在节目当中 要来跟大家邀请到的是郑仲睿 仲睿其实长期以来非常关注 劳工的权益 所以前一阵子 他们的组织开了一个记者会来 去揭露了台湾保存企业 在缅甸所发生的一些劳资 争议 仲睿你好 老师 关老师好 各位看到习惯会时的朋友 大家好 谢谢仲睿 我们再来回到我们现场 其实我们在上一段节目当中 也提到了这个案子 在去年所发生的案子 一直延续到今年还在持续的进行 那不过我们在节目里头也提到说 这不是保存第一次发生类似的争议 可以告诉我们保存这个企业是一个什么样的企业 现在全球总部是在台中 最简单讲的话 它是全球第一大的运动鞋制造商 2019大概就是新冠肺炎疫情前的数字 保存一家厂商的产量 就占了全球运动鞋的20% 所以你去街上去随便买鞋子 买五双里面就一双是保存做的这样 那它目前在中国、越南、印尼、柬埔寨 在孟加拉等地都有生产 对 所以其实是一个本来 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跨国企业 大部分在南亚、东南亚 东南亚对 那保存本来最早 其实它的海外生产基地是在中国的 那保存它在第一个海外的工厂是1988年 在中国设立的 所以其实就是赶上了中国改革开放 然后整个90年代2000年 这个就是非常好的经商环境 人力供应非常的充分 然后人力成本也很低这样 那刚老师问到就是说 那确实保存它并不是第一次在海外发生 保存老师争议 而且它的处理方式非常令人有疑问 这绝对不是第一次 那除了这次缅甸床以外 一个最显著的案例是2014年 2014年的时候 那时候保存在广州东莞 广州东莞的工厂 然后有工人去查 就是发现就是保存没有 用台湾讲就是老保 中国叫社保 社保 对就是它没有去依照法律规定 然后来逐额提拨 他们的社会保险费用 然后进到他们的账户里面去 那因为那个时候保存在中国 大概还有十几万 十几万 甚至2014年的时候 可能还有超过20万 全中国还有20万的雇员这样 所以后来这个事情后来就在东莞 然后就是发展成了一个 应该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就是有史来最大规模的一次罢工 那他参与人数至少有四万人 至少有四万人 然后持续了有13天 好大型的一场 对非常大的大型的罢工 然后他除了从本来在东莞 发生以外后来也蔓延到江西 他们在江西福安的工厂 对那毕竟那是中国 所以我们能够想象到 就是警察公安被工人的骚扰 殴打 然后也都有发生 也都有发生 然后确实也有工人声援者 就是在罢工结束之后被判死误狱 但我想比起这一次缅甸朝的事情 毕竟那个是一个已经延烧到四万人规模的罢工 所以你中国政府再怎么厉害也是不可能一次把四万人都关进牢里 所以这个事情后来的确也对就是广东当地的地方政府造成非常非常大的压力 所以后来当然保存他敢这样子不足的提拨社保 其实也是在广东当地地方政府的默许之下睁一只眼了 所以后来因为罢工实在是延烧到非常凶 然后所以广东地方政府也就很明确的要求保存他应该要租个提拨社保 所以就目前看到的数字 保存光是把这个社保给提拨提满 就花了大概27亿台币 所以对保存来讲是一个很高的成本 对 没错就是合法付钱给工人 所以也就是因为东莞这一次的育员罢工以后 那保存就更加速的把他们的产线从中国移出 然后移到东南亚 那其实保存把产线从中国移出大概从2010年左右就开始了 但之前的步调没有那么快 绝对是育员罢工之后 然后就是造成保存决定说他们要更加速的把产线移出 所以其实保存现在的全球的产纹的配比 如果是2022年的第三季 是我们目前能够看到最新的数字 保存他在目前有46%的鞋子是在印尼做的 37%在越南做 然后中国大陆只剩下11% 那剩下其他的地方 就是像孟加拉、柬埔寨、缅甸这些地方大概占6% 所以他现在已经是以东南亚为最大生产基地 这样 那但从他在中国也做这种不依法 把该给工人钱给工人 然后工人罢工以后 然后也是享受着就是中国当地军警警方 对工人的镇压 然后到了缅甸这一次 但是看起来形式上好像没有尾巴 但当军队进入 这个军队我还是要讲是保存通知 军人进场的 所以显然保存他有他获利的秘诀 那这个获利秘诀 似乎一部分就是在这种威权国家 然后跟当地的威权统治军警合作 然后来打压工人 所以这个要说保存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 我想这个也是他们公司的其中一个性格 好那这不是只有保存 其实包括我们可能知道在2000年的时候 像台南纺织在萨瓦都有类似的例子 那其实还有台湾的其他企业 也有其他的例子 这样的一个例子 在台湾的企业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或者说台湾的企业在哪些国家 也曾经遇到这样的一种劳资争议 然后用一些比较不当的手法去解雇 或者是对待这些劳工呢 如果讲劳资争议的话 你刚刚提到的就是 年限房子跟萨尔瓦多 年限房子跟财能企业 在尼加拉伯和萨尔瓦多的这个案例 但这个毕竟是2000跟2001年的 稍微久了一点 那如果我们讲比较近的话 2015年鸿海的深圳龙花厂 其实有发生 因为鸿海它是电子业 所以它在制造过程中 会接触非常多的有机溶剂 那其实有发生 就是有些工人 有些工人 他因为在工作的时候 没有获得适合的防护 所以后来得到血癌白血病 好像大概有十几二十位吧 现在缺械数字我记不起来 那当工人去跟鸿海 表示这件事情的时候 那龙花厂的 应该讲布什康 表示这件事情后 他们的厨制 就是把这些人全部解雇 把这些全部解雇 然后 我后来有去接触到这些被解雇的工人 他的家庭 还有这工人的本身 对 那所以后来这个事情 那工人大家就求援 后来找到香港的团体 然后香港团体 在跟台湾这边接触上 所以后来其实是台湾这边有抗议行动 那就我所知 其实到了抗议行动延烧到台湾来的时候 这些工人很多 都已经非常差了 而且相当多 其实已经 这样 所以就我们所知 鸿海他这个案例的最后的处置是在台湾 我先要讲 就是台湾的社员团体 进了鸿海的股东会 然后被郭台铭骂 垃圾走口砸碎以外 这样 就发生这样的事情 在他们土城的总部 我如果没有去 那台湾这边的抗议行动之后 确实在中国那边 富士康后来有把 那时候应该还在世的两三位工人 有跟他们联系 然后有付一个关怀津贴之类 就是他们还是拒绝承认这个是职业商 所以他就是用一个津贴的形式 然后就是付他的医药费 然后有就是把他们的生活补贴 然后就到他们的过世为止 这个是2015年的案例 那另外还有一个2019年是年纪纺织 对 又是年纪纺织 年纪纺织他是做牛仔布的这样 全球排盟前六的这个牛仔布制造商这样 他在南非赖索托的工厂被披露说 长期当地主管以工人 然后就是跟他发生性关系为交换 然后来保证他的工作 那这个原因是赖索托他当地的罗络议 用台湾的讲法都是定期契约 而且很多是非常短期 可能三个月六个月 那其实确实年纪纺织的提供的报酬 在当地算是优渥 但所以也因此 然后那纺织业我想在全世界都一样 年轻的女性老公绝对都是 纺织业最重要的劳动力 所以确实就有非常多的当地主管 男性主管就用这个事情占便宜 然后他就要求说我们当地旅客 要看到发生性关系 然后才能够继续被雇佣这样 那这个事情后来经过西方的angel披露以后 然后品牌商像Levi's regular 就是几个西方非常重要的这种牛仔裤制造商 品牌商也有介入 所以后来有让年轻愿意去签署一个协议 就是在那时候当地来成立一个这种性骚扰的防治伸出机构 算是一个比较所谓圆满落幕的例子 对那这个是在劳动方面 那如果我们超出劳动的话 可能台湾最近几年最小的就是台资在海外干的事情 应该还是台硕粤钢案 台硕粤越南核心的钢铁场排放污水污染海洋这件事情 对所以真的说起来案例还真的不少 不过我们还是看得到如果从台湾去做一些声援的动作 它事实上是有一些成效的 这成效也许不是最好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些的这种改变 或者说可能促成了至少在赔偿的金额 或是某些的制度小型的制度它可以完成 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声援 不过这样听下来可以看得到在这种所谓的全球化的这种所谓 不管是生产供应链或者是这种整个的这个产销的体系当中 这种争议其实是不断的发生 我想也不会是只有台资企业在很多其他国家企业也会发生 会不会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特质 是不是在这种这样的一个地方 通常它的劳动力是比较便宜的 那这一定是这种特别是传统产业它就会特别的多 然后它会不会跟这个国家当地的政治的状况 例如说可能是军事军政府或是威权政府 或者是一种不稳定的政治局势是有关的 那在这过程里面这个当地的政府怎么去跟这些跨国企业 那可能是台资或是其他的这种跨国企业 他们怎么去联合联手去打压这样的一个劳工的这种情况 因为我们看到刚刚以保存的例子恐怕也是类似的这种情形 我想台湾这些企业会出去显然就是看上当地成本比较低 那这个成本比较低绝对跟他们的劳动和环境法规保障比较低有关系 那除了保障本身就低以外 这些地方这些国家政府确实通常也没有太强的执法能力或执法意愿 然后甚至如果我们讲现在缅甸或者我讲刚刚提到这个台塑月缸案 那国家的执法意愿可能会表现在你工人或者是社区居民要出来征集权益的时候 然后来打压你这样保存就是军队开进工厂 那我知道月缸案他的状况是当地的渔民村民要去法院提告的时候在路上被警察拦截毆打 当然即便东南亚也未必所有国家都是这样 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印尼保存他现在最大的制造基地在印尼的话 印尼还有一个就是相对以东南亚国家来讲就是比较健康的民主制度这样 那所以在这种劳志争议的时候国家他比较不会那么夸张的介入 但保存在越南也有非常多工厂 那越南其实也罢工更频繁 不过虽然越南政府以台湾来说也很难称的上面是一个民主政体 但相较中国和扁电 我觉得越南的政府在处理劳志争议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是更同情工人一些的 所以他至少不会像我刚刚讲到2014年预言的罢工 还有以及这是2022年在缅甸的罢工 就是国家直接先手介入打压 越南至少会站在比较中立 而且可能在中间保持双方协商的时候 他会有一些穿梭穿着引线这样 所以如果真的要持平奖的话 还是要一个国家一个国家来看了这样 所以也未必这些台词在海外 就跟这种独裁统治军事统治结合的那么紧密 因为确实有些国家政治环境是相对比较自由的 但是还是不排除我刚刚讲到 确实这些国家它的劳动法规跟环境法规 比起台湾的保护是远远落后的 所以很显然包括宝城或者是富士康 或者是刚刚甚至讲到年薪 他们都是看上这一点 所以才会那么踊跃的去海外投资 这当然是会变成是设厂的所在地 这个国家的军事的政府的状况 或者是它的政治的稳定状况 或者是所谓政治民主化的情况 或是所谓的劳动法规的这种对于工人的保护 都有一些差别 但当然是被设厂的那个国家 可是如果回到这个企业的母国 例如说台湾好了 或是美国或是可能欧洲的国家 也会到不同的所谓的东南亚或是南美去设厂 那这些母国它可以做什么 例如说如果保存这个例子来看 那台湾的政府可以做什么 我们可以管得到我们自己的国家的企业 在其他国家做的这些 让人家有点生气法子的事情 这个其实就有点像 我们看到像很多的海上的鱼工 也会类似的情况 这是在别的地方聘的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他们也不符合台湾的牢机法等等 我觉得那个逻辑是很像的 但我们可以要求台湾的政府做什么 或是台湾作为一个 要有一个国际形象好了 或者是要作为一个 这种进入到全球体系 至少要一个正正当当的 或是漂漂亮亮的 或者是有面子的 不管怎么样 或是民主化的国家 我们可以做什么 或是我们要求我们政府做什么 目前以现行法规的话 台湾政府基本上什么都不能做 什么都不能做 以目前现行法规 至少据我所知 我们目前 就是对台湾企业在海外投资生产 一个唯一相关的法规 就是相关 叫公司投资国外处理办法 那这个公司投资国外处理办法 它里面有一个条款 它说如果今天一个投资案 它有伤害国家形象的话 那投审会 就是我们投资审查委员会 经济股底下的一个实体机关 它可以否决这一次的海外投资 就是你就不能出去 对 但是这个规定它也只限于投资前 对 所以它的把关只能在投资前 那你出去生产 投资设厂以后的所有行为 台湾目前是没有任何法律能够规范的这样 对那其实这个一直以来都是在所谓全球化底下 然后全球的工人运动和环境运动 其实一直在处理或反对的事情 就是跨国企业它这种去追逐低成本 这个低成本通常是以劳动保护 还有环境保护非常低落为代价 建立起来的这个事情 其实它是会造成全球性的环境保护 跟保护条件的这个所谓向下进逐 所以其实从尤其90年代 80年代 尤其到90年代 全球化越来越新增 这个问题就不断的被提出来 那所以跨国界有所谓想说 叫剥削红利 那针对这样子的状况 其实欧盟欧洲它最近这几年开始也尝试做一些立法 那确线的年份我现在记不起来 但欧盟前几年有一个指令 就是一个指令欧盟三杰指令 它要求它的会员国在一定的时期限之内 要针对这个所谓跨国供应链 有一个供应链上的供应链立法这样 那这个所谓供应链的立法是指 因为今天这种跨国生产 它很多非常是很多的情况是品牌商 它是用外包的方式 就是说我直接给钱 然后给一个海外的厂商 然后去生产 然后反正我就是买这个成品而已这样 那所以当发生劳资争议 就是破坏劳动人权破坏环境的时候 这些西方的品牌商 buyer买家 他可以很简单的说 这些人都不是我的员工 他就是海外某个天边之外 一个不知名的厂商的员工 就是切割就对 所以我没有办法对他们做什么事这样 那就是要针对的状况 所以现在欧盟几个国家 法国德国他们都有类似的立法 那名称每个不见得一样 但他们那个法律的设计大概都是说 他们会要求有一定规模以上的企业 然后去定一个叫做人权的预防计划 或者是人权的警戒计划 那这个所谓的人权预防计划 或警戒计划 他应该去涵盖 他整个供应链上所有的利害的关系人 所以包括他委外厂商的员工 或者他生产地所在社区的社区居民 他应该要有一个预防计划 那这个预防计划的效果就是在于 当权力侵害发生的时候 那这些受害者他就可以主张说 会发生权力计划是因为你没有定预防计划 或者是你定了这个预防计划 但你没有确实执行 所以我可以跟你诉讼求偿 又或者有一些国家他也有像德国 他有设计就是说 我除了可以到就是股公司 或者是这个最上游的买家 总部所在国家提起诉讼以外 也可以跟当地的行政主管机关提起申诉 然后现在这个机关他接到申诉调查以后 他可以做罚款或者是命令改正的行政主管 所以在欧洲几个国家 德国法国荷兰应该有快通过了 陆陆续续都通过 但因为这个法律还非常非常新 所以其实目前实际上 真的开始执行的案例还很少 所以大家也都还在摸索说 要怎么使用这样的法律 那很显然我也可以理解 可能在很多这种企业人权的保障上面 欧盟确实走在最前面 但也因为有欧盟这样的所谓示范 所以现在至少在东亚或者是亚洲 也有很多国家开始认为说 在亚洲也应该有这样子的地方 尤其我觉得东亚在这边的处境比较特殊一点 就是像东南亚国家 后南亚国家 因为他们很多就是权力侵害的所在地 所以他们要求这个非常 而且他们的状况就是说 他们国家的政治社会环境 让受害者很难在当地获得救济 所以他如果不去这些品牌所在地的话 那他们真的可能就是完全没有门路了这样 那台湾东亚的状况比较特别一点 是因为其实很多我们东亚既不是生产 既不是品牌商也不是生产的所在地 但是这些很多工厂都是我们东亚的人 就是台湾、日本、南韩、香港去设厂投资的这样子 对 那所以这个确实就造成了有一些尴尬 就是很常在原本的这种跨国权力救济的模式之下 就好像说这一次远跌的案例 他们是找新邦NGO 然后找上爱迪达 然后爱迪达再来跟保存施压 对 那如果今天这个台湾的工厂 它所制造的产品 它是大量的消费性商品 它会进入到最终市场面对消费者 那其实就是在服饰跟电子产业 那这个透过品牌找品牌告状 然后品牌再回来跟供应商施压 这个模式还有效 但是假如它今天制造的产品 它不会进入末端市场的话怎么办呢 那肯定显然就没有办法 透过跟品牌施压 品牌再回来要求供应商务方材处理 我觉得这个就是越刚案它碰到的状况 所以刚刚你没有任何一个西方的厂商 可以让这些越南的村民渔民去告状 然后他就只能 他在越南当地没办法获得救济 他就只能到台湾来了 对 那现在台湾因为没有像我刚讲欧盟这件立法的话 所以其实现在就我所知 在协助越刚案的这些律师 他们在台湾当地的数据中碰到非常多的困难 我说第一个困难是管辖权 就是台湾法院认不认为这件事 台湾政府有管辖权 台湾的法院有管辖权 那现在管辖权的问题解决了 就是说法院已经受理 他们现在又卡到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台湾法院要求证明说 我怎么晓得这些越南当地人真的有委托你 所以他现在要求台湾的诉讼代理人律师 去出具越南当地的委托人 具名而且有被外管公证的委托书 那你要在越南当地区要村民出具外管公证的委托书 这个对他们的风险非常高 因为刚刚讲到我前面举到他们要去越南当地起诉的时候 就被警察拦下来打了这样 所以这个问题目前就所知还在想办法克服中了 但我觉得越刚案尤其越刚案这个例子就非常凸显 就是说确实有些情况你台湾在海外做的坏事情 这些当地的受害者他没有 显然没有办法在当地或者有效的救济 他也不像成衣业或者电子业他去找个品牌 特别有这样的案例就是最后他能够取求救济的选项 这只有在台湾了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认为说台湾恐怕也是有必要 要参考欧盟现在的做法 就是由政府来立法来试着规范台湾企业在海外的行为 当然一个比较好的做法当然是国家在某程度介入 或是国跟国之间的去签订某种的协定 或是投资相关的这种一些摆皮书也好 他就应该要做这些所谓的规范 不过这个当然恐怕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回到刚刚的一个例子来看 台湾的本身或是这些母公司的这些 这些声援的力量恐怕也会是一个很重要 所以也许我们得要去告诉这些 我们的民众如果觉得这些企业的这种 在破坏台湾形象的 这个是一个很糟的话 我们当然要去提醒他们 我一天到晚跟他讲说台湾 can't cap 我们可以去帮助土耳其 帮助很多的地方 可是当我们在帮助这些地方的时候 我们的形象也被 也可能会被这些厂商一个一个都被破坏 这个对台湾的国际形象 国际地位它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那至少在所谓的法规制度 或者国家之间的协定没有之前 我觉得这是我们还可以去做的一些 最起码最起码可以做的事情 那最后想要请教这个中瑞 我们知道你们召开了记者会 然后其中的一个团体叫做清洁成衣运动东亚联盟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那为什么你们要去介入到这样的一个事件 清洁成衣运动它的原名叫做Cleanclothes campaign 就是清洁成衣运动 那它是1989年成立 然后它的总部在赫拉埃阿富士特大 所以它既是一个组织的名称 它也是一个全球的跨国网络这样 那现在在整个Cleanclothes 就是CCC的整个跨国网络里面 应该总共有200多个团体 然后应该有六七四个国家 就加入这个网络这样 如果用一句话总结的话 这个CCC它要处理的 就是要监督跨国供应链上 无事业工人的劳动保重权利 那为什么需要做这件事情 那其实刚刚的前面的访谈也牵涉到了 就是说在全球化生产之下 这些品牌商 它会不断去寻找成本更低的制造地点 那在寻找成本更低制造地点的时候 通常被牺牲的就是劳工的权利还有环境 那当你在一个比如说孟加拉 或者随便一个地方发生权利侵害的时候 那品牌商它很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那这边有问题我就把这边丢掉 我去一个新的地方找新的公运商 对 所以变成说在这些一个一个当地 这些工人的权利都非常难以获得救济 所以它才必须就是要相应这个品牌 还有这些代工权工的全球布局 你劳动者争取权利的运动 它也必须一定程度的全球化这样子 所以CCC现在在全球有四个区域网络 一个是欧洲 一个是南亚 一个是东南亚 然后剩下一个就是我们东亚这样 那我想南亚和东南亚很容易理解 因为这个是最大最重要的服饰业成业的生产基地 所以在东南亚网络里面的成员团体 都是当地的工会或者是当地的NTO这样 那我觉得东亚的角色就比较有趣 它可能更多是辅助性 就是说我们很常处理的就是在东南亚和南亚的个案 然后可能涉事的是台湾 台湾或者是南韩或者日本或者香港的业者 所以东亚联盟现在的成员团体就来自台湾 香港 南韩 日本 这四个国家这样子 所以我们确实大多数时间就是这种到处当救火队 现在越南有一个案子 柬埔寨有一个案子 然后缅甸有一个案子 然后缅甸有一个案子 或者是要很多时候也要想点子 就是说怎么样去施压会比较有效 对那在台湾的话 因为刚刚前面提到的理由就是我们觉得 台湾政府应该有更多角色来规范 就是台湾这些台湾企业在台湾的行为 所以东亚联盟就是CCEA 在台湾也有跟一些台湾当地的团体合作 劳动团体 环境团体 人权团体合作 来尝试推动台湾这个时候 我刚刚讲公民业人权的立法 今天非常谢谢东瑞来跟我们做这些分享 就特别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种所谓的全球性的这种所谓的生产体系 越来越打越来越绵密的同时 其实这种国际性的声援团体 其实也应该要越来越来越绵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组织在关注全球的这种 所谓的成业所发生的 不管是环境或者是这种劳动剥削的问题 那他还回到我们这一个原本要谈的保存企业 就像我们刚刚在前面所提到的 如果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企业是对台湾的形象是不好的 那当然我们可能就要去对他做一些事情 做一些提醒或者是做一些相关的声援的行动 今天非常谢谢中瑞来接受我们访问 希望下次再来跟你请教相关的问题 我们下周再会 拜拜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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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